两张卫星图拍出大陆民众的困境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大陆殡影馆活动近期急剧增加 居民排队苦等跟亲人告别的时间 只有短短两分钟 大陆放宽馆之后 疫情大爆发 现在卫星图以及许多目击者都表示 大陆官方记录完全没有反映暴增的死亡人数 疫情蔓延指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春节假期即将来临 都市民众返乡移动 病毒带给农村老人冲击更大 大陆年长者疫苗接种率不高 且选择叫单一 现在也传出许多长者不愿意接受检测 我常来不感冒 以为感冒 那个也不大行 那个一点也行 但是我们是农村的 就是空气也好一点 农村年长者自主盖牌 恐怕也会让整体疫情防控 是 难上加难 TBS新闻综合报道